曾淼元先生自最末是当今海外华裔成功的实业家和书法艺术家 三岁开始习书法,热衷于书法的创作及研究 1990年曾先生从台湾移民温哥华,不久创办了远海画框厂及画廊 1999年曾先生曾代表诗字会创作了一幅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,赠予列治文市政府收藏 曾淼元先生曾在2012年被美国官方评为北美杰出华裔奖 并在2009至2010年度曾获得全球华人风云人物成就奖 40年的经验和心得使曾先生对书法学习有了深刻的认识 非常博大,非常精深,而且它是一个抽象,也是一个文学,是非常好的一个艺术 所以说古人就讲书法是百艺之首,它所有的艺术里面书法是积在前卫的嘛 你有这个东西你再没有把它盛传下去,那不就是等于这个魂就没了嘛,它是国魂嘛 曾淼元先生约2008年开始撰写《罪末复学书法论》,希望将多年的潜心研究成果与书法爱好者分享,并能为书道的新火相传,开启新的道路 我的期待就是让这个在国外的孩子呢,或者是在国内的孩子也好,就是身为华人汉民族,这个汉民族的文化,书法文化那么精深博大 希望能有人沉船下去,所以说我这本书里面我特别有用《罪末》呢,写了一个对联,自己写了一个对联,就是鞭策我自己 《罪末》,《罪新书法成先贤》,《莫林寻真起后写》 曾先生认为艺术没有国界之分,希望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术推广至世界的每个角落 稿过来12点